我想問一下感應的經驗 或者是想法 就是說在過去相較而言 這樣聽起來似乎過去的議題比較單一 那原民的議題就是原民的議題 那在當初在黨外運動的時候 我們知道說那時候有所謂 黨外作家聯誼會 那原民也在裡面 那我比較想好奇的是說 當初的分工有像現在這樣子 就是說原民的議題犯就是全部化嗎 還是說那時候就很特殊 就是單獨出來 那時候其實 他就是有部分的人是會去參與 參與整個大社會的運動 然後是從 從整個大社會的運動當中 然後才開始慢慢的關注到 自己族群的議題 然後在關注到自己族群的議題之前 其實那時候原權會議 就已經開始在動了 對 所以 其實他在那個時代就是因為他 那個時候我們是什麼都沒有 是 是 是 所有的法案什麼的 全部都是對我們都是不利的 然後什麼都沒有的狀況下 我們是爭取一個大方向的 然後再來就是透過一些曾經參與 參與黨外活動的這些原住民朋友的串聯 然後把黨外運動的一些人士帶進到原住民族的運動當中 他們可能就是擔任很多 譬如說在做一些文書的工作 寫一些論述 然後募款 然後做這些的 這些幫我們做這些分工 再來其實我必須要提一下 就是過去的運動當中 平埔族群是對整個原運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的部分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募款的部分 都是仰賴就是一些平埔族群的 寫作 對 那時候就是有一些醫生 然後有一些老師教授 對 他們就會幫我們去尋找資源 所以過去過去為什麼可以動員到那麼多的遊覽車 其實這些資金很多的來源都是從平埔族群這邊來的